桃园一名国中女学生打完BNT疫苗之后 疑似爆发心肌炎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严拟 在接种第二剂的前后 都要安排学生做心电图的检查 但是呢 却有专家认为了 说世界各国并没有打疫苗前 就做心电图的潜力 而且美国也曾经对接种BNT的200万人 做过研究 发现了心肌炎的个案 跟以往任职的年轻男性不同 而是年龄呢 大约是集中在57岁左右 青少年族群其实发生率极低 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应说 心电图筛检也是公位的一环 认为台湾也要有刺激的研究 接上电极用仪器记录 心肌的电位变化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台大医院初步讨论 严理在打第二剂BNT前后 要安排学生做心电图检查 就是怕再有打完疫苗 出现疑似心肌炎症状 不过旧有专家认为 过去美国也曾经对接种BNT的200万人 做过研究发现心肌炎个案 跟以往认知的年轻男性不同 而是年龄主要集中在57岁左右 整体而言大多落在40到70岁之间 而且年轻人血管弹性比较好 如果真的要做心电图 应该要让长者优先 并没有什么帮助 家长的一些恐慌的可能性 没事你跟我做心电图干什么 那是不是有很多的什么危险 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妥 台湾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们要有能力做这种研究 普遍的社区型的新电图的栽检 那也是算公共卫生的一个概念 也有专家认为国外统计打BNT 莫德纳之后出现心肌炎比例接近 但都不高 大多落在十万分之一左右 发生时间大部分出现在接种后三天 而且都是以50岁以下男性为主 不过有医师认为如果能够提早发现 受检者有心肌心率不整的状况 暂缓接种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力大于弊 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意义不是只有在做新电图 而是让高中男生的家长们 能够更精神打疫苗这一部分 只要打完疫苗后出现胸闷胸痛 心悸呼吸急促体力变差 晕厥或晕倒等五大症状 就应该立即就医做进一步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险机 就你本来的太过岛